郑爽,罗剑新剧首播两个小时破两千万,网友,绝对的实力派。 郑爽。 郑爽主演的,电视剧的名字有点长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。 这部电视剧仅仅开播两个小时就超过了两千万的播放量,只能说郑爽绝对是一个实力派的流量女星了。 仅仅开播两天,到现在已经有八千九百一十二点六万了,而且还在不断的上升,速度非常的快简直不敢相信。 剧中的郑爽演技可以看出有明显的提高,还是那么的瘦,非常的活泼,与罗晋网恋多年,刚看似不知道是大学同学,之后的两人相知相恋。 罗晋凭借自己出色的业务水平和文采,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之后落魄,但后快他就振作了起来,成为了一名网络作家,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 而现实生活中,郑爽的恋情至今没有着落,之前有过两段恋情,但是都已失败告终,之后也传过不少C文,但那也只是网友的期盼,并没有成真。 而罗晋则和唐燕一直在穿分手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两人之前在出席活动的时候都是食指相扣,但是最近在出席活动的时候,两人竟变得没有以前那样温爱,甚至没有交流,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分手了。 这部电视剧有一点让人搞不明白的是,VIP竟可以看全集,没有像往常的电视剧一样给人留悬眠,给人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